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佳友 然後謝謝各位今天台中的朋友 能夠在這個小週末來到這個現場來 聆聽一場哲學星期五的一個演講 那轉型正義這個議題呢 其實牽涉到非常廣的範圍 那剛剛很多朋友其實都已經有提到 不管是政府體制的改革 或者是司法體制裡面殘存的威權的這些事例 其實可能都是我們今天會討論的一些議題 那剛剛聽到很多朋友的自我介紹 其實我蠻感動的 因為在場非常多的年輕的朋友 那我想這樣子年輕朋友的參與 然後試圖要去理解我們長輩 或者是在更上一代 然後過去經歷過威權統治的這些台灣人民 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災難 怎麼樣的苦痛 然後大家試圖要去理解 然後不願意去遺忘某些過去的人權侵害的這個事情 其實這樣子一個世代的一個關注呢 我想會讓我覺得說台灣未來的其實還非常有希望的這樣子 那其實呢228的這個節日呢 其實剛過不久 那大家在新聞媒體上呢 其實也都看到各地的這個 那個蔣介石的銅像遭到波漆遭到一些破壞 那這樣子的一種行動呢 都還持續的在進行當中這樣 那這幾天呢 那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 呃 比波漆事件我覺得更重要的一個事情 也是一個警訊 大家知不知道 呃 法務部 法務部提名了一位 法官 叫林輝煌 大家知道林輝煌 呃 的背景嗎 有人點頭嗎 要不要說說看 美立島事件的審判 是非常好 美立島事件 那呃 呃 這樣子的一個提名 呃 大法官的提名呢 引發了台灣 包括以爭處 台灣呃 呃 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呃 發起了一個很嚴厲的譴責 那很多人權團體都有聲援 包括呃 呃 我呃 工作的台灣人的促進會 跟人權公約式行監督聯盟 都有參與這樣 那 經過這個社會的輿論之後呢 這個羅英雪他 做了什麼樣的回應 美麗島事件 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跟大家說 呃 美麗島事件發生在1979年 那剛好是我出生的 的那一年這樣 那呃 呃 他很遠 他很久嗎 或許很久 可是 可是 其實 1979年發生的事情其實 離《百色恐怖》 離《228》其實 都不 而且那整個那個效應 其實都 還 呃 持續的殘存在我們生活的周遭 尤其是 這個國家體制裡面 這樣子 那 呃 那我 介紹一下陳洋華老師 陳洋華老師 陳洋華老師是我 呃 呃 專 呃 主要開的就是康德哲學 呃 女性主義 跟人權的哲學 那 我接觸轉型正義這個議題呢 我非常非常深刻就是 當我 呃 跟老師 呃 就是老師答應知道我的論文之後呢 其實我們一開始 並不是開始馬上讀書 或者是馬上 呃 討論論文的題目 而是馬上 呃 那時候剛好是遇到呃 3月8號 那我記得 印象深刻的是 那時候陳洋華老師 邀請了三位 呃 白色恐怖跟二八事件的 呃 受難者跟家屬 那 呃 也包括呃 一位女士 叫呃 軟美書女士 那 軟美書女士對我的 呃 影響也非常深 因為呃 呃 聽了她的演講 然後看了她的書之後 才發現原來 呃 過去這些人權侵害 的真相其實一直都未明 那 呃 我想這個真相未明 也是是讓 呃 我們這個世代 不斷的去要 追求轉型正義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動音這樣子 所以我就 也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接下來的 呃 我相信呢 接下來陳洋華老師 會是一場非常精彩的演講 怎麼說呢 呃 呃 在共生音樂節的時候呢 呃 我也有去擺 去現場擺攤這樣子 那我的太太跟小孩 也有去這樣子 那 呃 呃 我太太跟小孩其實 在那個地方到了 大概下午四五點 就已經不耐煩想要回家了 於是我就 趕快的說了東西 就被迫要回家這樣 結果我們 三個人就經過 亞華老師 在現場的演講之後呢 發現呃 我的太太跟我的小朋友 都駐足不走 因為受到 陳洋華老師很精彩演講的 這個吸引 所以我們後來又待了很晚 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就把時間 交給陳洋華老師 然後來跟大家 呃 語談到底轉型正義在台灣 是什麼樣的一個處境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 呃 陳洋華老師 很感謝 呃 藝翔沒有那個暴露 呃 可能在指導論文的時候 呃 一些不良的 不好的 呃 comment 或者是 呃 可能那個 作為一個老師總是 呃 有些很多地方不一定做得很周全 那 呃 我覺得這個 這個 藝翔給我一個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要求 說一定要精彩 好 我不知道 呃 是不是真的會是一個 呃精彩的演講 但是我原來呃 呃 想像就是說 哲學星期五 呃我以為是要來講哲學的 好 所以我很高興就是 呃 當家又問我說 那個題目是什麼的時候 好 然後我就給他一個題目叫做 轉型不正義的文法 好 那時候我覺得還蠻蠻蠻得意 我說這個跟維根斯坦啊 跟康德啊 可能都有關係 所以我就可以來這邊大談那個 哲學是什麼 好 那我在還不了解哲學星期五的 呃 基本上他的性質的時候 我有這樣的想像 那呃 呃 我猜其實那個 呃 如果把哲學跟生活 呃 連結在一起 那那個題目呢 其實比較是想要去了解 呃 轉型正義這個概念 到底是在說什麼 好 那我非常非常 歡迎大家就隨時 如果大家覺得哪邊不清楚的時候呢 趕快打斷我 然後呃 可能我們可以一起來 呃 把那個想法做一些釐清 好 那我個人的背景其實是非常非常哲學的 我呃 就是我大學的時候就是讀東海哲學系 然後我呃 研究所我讀東海哲學系 然後我在這個呃 到德國報王大學的時候 呃 我也是讀那個哲學系 然後我從大學寫論文就寫康德哲學 然後呃 研究所我就寫康德哲學 然後到了德國以後我還是在寫康德哲學 所以我的背景是非常非常窄的 就是一個呃 完全是一個哲學的訓練的一個 一個呃 老師 或者是一個研究者 那呃 我現在要講的那個概念是 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 這個這個詞 Traditional justice 一般英文的說法 那很簡單的呃 去談的時候呢 我想先談什麼叫做呃 轉型不正義 然後當然呃 可能這個就會涉及到到底 呃 什麼是正義 然後什麼是不正義 那剛才其實呃 一想講一個概念 其實還蠻 講一個故事還蠻蠻蠻好的一個開端 就是說在講這個軟美書 有一位 呃 基本上228的一個受害者 我覺得他是受害者 他不是只是受害家屬 那為什麼我會很強調他是受害者 因為顯然他的父親 阮曹日被抓走的時候呢 那呃 真正帶給這個 他失蹤了 然後後來呃 就是就沒有再回來 所以他們大概有有七八十年的時間 就是不曉得阮曹日的身 的身跟死 然後當他呃 在三月初抓走的時候呢 呃 他們其實就是四處就是會聽到說呃 可能在南港橋下面可能有八具浮屍 所以他們就啊 一聽到有這個消息 趕快趕快跑到這個呃 南港橋下面去翻這個呃 這個屍體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到處去找呃 他們的父親 就是等於是他的家人 只能四處的去呃 去收走 所以到處聽到說哪邊有 有一個呃 槍殺的事件 或者哪邊有發現屍體 那他們就是要必須要四處走 然後有人呢 可能也會來說他知道消息 那他們就必須要把他們的錢呃 呃 基本上拿出來 就希望可以獲得家家人進一步的資訊 那今天是三月呃 呃這個十三號 你可以想像 從大概三月初開始 是一連串的呃呃 拘捕在台中也是一樣 那那個拘捕其實不是很簡單的呃 呃 基本上就是碰到呃 知道哪些人有所謂的呃 反動啊 然後就是呃 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去拘捕他 他們其實是已經有一個名單 好 比如說阮曹日先生被捕的時候呢 是很清楚的就是有兩個人進來 然後就問說 呃 請問阮曹日是誰 好 然後他父親正好 那天呃 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沒有去上班 然後就就很很很清楚的就是被帶走了 所以你知道大家如果有去參加共生音樂節的時候 呃 大概很多人就會說呃 呃 呃 可能在3月5號的時候 好 那這個可能蔣介石其實就已經決定呃 呃 要開始做鎮壓 好 所以當21師呃 8號9號就是上案的時候 呃 開始做很多的呃 從基隆可能就呃 開槍這個鎮壓 這個其實是一系列一系列的呃 是已經就是決定好的一個一個進程 它不是一個突發的事件 如果你從這邊再繼續思考的話 呃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單 好 那到底我們知不知道那個名單呃 呃 是怎麼產生的 好 然後這些在名單上的人 為什麼他們會在名單上面 好 那他如何知道呃 那個名單上誰要在上面 誰不要在上面 好 所以在公生音樂節的時候 李福中老師有點有有在談就是說 不要把他想像成是本省人外省人 因為誰會知道很local的呃 一些訊息 好 如果沒有呃 一些人在把這個名單列出來 好 那為什麼會是呃 一個一個去叫民的拘捕 好 這個大概就是呃 可能很簡單的說呃 呃 我們想像這13號 呃 可能就是大概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好 按照美國呃 可能有一些外電的消息 其實這一個月裡面就充滿了呃 這個不當的一種拘捕 然後可能有一些就是屠殺 然後可能有一些呃 可能一些所謂的衝突存在 包括武裝的反抗呃等等 在台中我想大家對這個地方其實是呃 最著名的�齁 大家可能都知道謝雪洪的一個武裝的反抗呃 那我在共產黨議員也稍微談到 從那個德國的經驗 就是有一個很有名的哲學家叫Hana Arren 他有提到其實如果一個受到像類似武裝的壓迫的時候 就是有人拿槍 可能他是軍隊 然後他是有組織有系統的在抓人 或者是要把人給帶走的話 通常以過去猶太人的經驗 如果基本上你去反抗甚至你逃走 你可能有二分之一的機會你可以倖存 但是如果你全部通通什麼都沒有做 你其實那個可以活下來的機會 幾乎以當時非常多的人 他的倖存的機率幾乎是零 所以你可以想像反抗 在從過去很多人權的案子裡面 反抗是比不反抗其實來的重要許多 尤其是當時國家的一種鎮壓的行動 那這個大概我先做一個介紹 那我講了這麼多呢 我想說一件事情就是 正義這個概念呢是怎麼產生的 那很簡單的講 當我們說我們需要正義呢 多多少少已經蘊涵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是 我們一定有一些非常現實的 所謂的我們認為的不正義 就今天我如果說我要求正義的話呢 那可能別人問我說你為什麼要求正義 那我可能就會回答說 我根本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我沒有任何基本上對所謂國家 或者是對於其他人有任何犯罪的行動 然後呢我也沒有經過一個合理呢 法院的一個程序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就會被這樣點名 然後就把我說我有一個什麼樣的罪名 然後呢當我說出來 我並沒有這樣做的時候呢 沒有人願意理我呢 在法律上給我任何的可能性去陳述 那我就這樣被抓走了 那我當然就會覺得我非常非常的生氣 就是說這個是一種不正義 那我可能就會說呢 我想要要求正義 好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清不清楚 這個大概說的情形 所以我們如果回到剛才軟美書的例子呢 其實很清楚的就是 即使到了七八十年的過後呢 可能這個軟美書女士她還是會 在講起她的父親的時候呢 她還是流著眼淚 她還是記起來她父親被帶走的那一天呢 她的一個她一直到到處很慌張的說 雖然她父親說她很快就會回來 可是呢她幾乎都沒有辦法睡一覺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家的鋼琴呢被被必須要賣掉 然後他們家的公司突然 有一個自動車的公司突然不見了 然後他們家的一個這個那個媽媽非常的害怕 結果呢就去這個建國中學呢 把她的兩個弟弟呢從建國中學 就是不要讓他們繼續在建國中學讀 理由只是因為說呢 因為她的父親是一個等於是一個知識分子 那那個媽媽就認為說呢 可能都是讀太多書害的 所以媽媽就把弟弟從這個建國中學呢 就是帶出來 然後就說不要再回去讀了 然後讓他們去讀商業學校呢 最後他們到這個賬換銀行去工作 然後他的弟弟其實非常非常的痛恨這件事情 因為覺得呢 他們其實原來可以去跟他的同學一樣呢 可能成為律師成為法官 然後可能成為更高的銀行家等等 可是他們就必須要呢 基本上就是 就是在做一個行員 然後慢慢的跟別人一樣 這樣子去辛勤的工作 所以他們就覺得心裡非常的不平 就是這是一種不正義 為什麼一個沒有真正做了 什麼樣的一個危害他人 或者是沒有經過一個合理的法院的一個程序 結果呢 基本上他就必須要受到國家的某一種這個壓制 他們就認為這件事情是不正義 所以他們會因此會去要求說 他們希望正義可以得到生長 這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要舉一反三 就是說 那如果正義呢 事實上根源於一種所謂的不正義 我們是基於某一種不正義呢 所以我們就要訴求一種正義 那什麼是轉型的轉型正義呢 可以稍微說一下嗎 你好像很想說 我知道 那為什麼要加上轉型這兩個字 加上轉型這兩個字 有沒有多出來什麼東西 請 請 要說嗎 要說嗎 太想了 太想了 請說 我們剛才有聽到我們的教授是康德哲學的專家 那我個人對康德哲學很有興趣 那康德哲學一直到後來所衍生出來的就是一直到 那個馬克思 或說唯物論 辯政法 所以是不是轉型正義和正反核的關係 可以扯得上嗎 謝謝 謝謝 還有人想要說說什麼是轉型正義嗎 因為我剛才好像有一點在強調 正義 我們會追求正義其實是跟某一種不正義有關係 所以好像轉型正義呢 這個意思好像是跟轉型不正義有關係 那也許我先看一點場 讓大家看可不可以想出一些東西來 2008年的時候有一位老師是中原院的老師 他寫了一個文章叫做轉型不正義 好 結果這個詞後來就被很多民間團體呢 大家一看到轉型不正義呢 立刻就非常高興 然後很多的這個研討會呢 就用轉型不正義呢 尤其是台灣的狀況 他就開始說台灣其實是一個轉型不正義的情形 然後呢 就用這個詞來說 台灣在這個 追求正義這件上面呢 事實上是一種轉型不正義 那李建良老師的想法其實非常的簡單 他只是要去問一個問題說呢 在東德瓦解之後 然後東德邊界有一些警衛呢 他就把這個有人要從東德逃出來的時候呢 他就在邊界的時候射殺了那個要逃離東德的這些人民 然後後來等這個德國兩德統一之後呢 在法院裡面呢就起訴了那個在邊界裡面射殺這些要逃離東德的人呢 這些警衛呢 然後後來就把他們定罪 那地方法院在判這個 這兩個 尤其是兩個主要的這個警衛的時候呢 他用的理由是說呢 基本上即使有一些所謂的 作為一個這個邊界的這個軍隊的一個職務呢 但是你還是應該要有一個呢 這個良知 因為那個人是手無寸鐵的 可能一些人他就是帶著他的家當 然後就是越過那個邊界想要逃走 那你沒有必要對著一個其實 可能都沒有認手無寸鐵的人 然後明明你已經可以拿槍對著他 他可能也停止了 可是呢你還是把他開槍 然後他就是死在這個邊界上面 所以這個等於是地方法院呢 就判這兩個人有罪 可是訴諸的呢 可能是我們今天想的一種 可能不是一個一般的實證的法律 我們一般就會說 他可能是超那個這個實證的法律之外呢 一個更高的道德的原則 就是你作為一個人呢 你應該要判斷 我們現在我們說防衛過當 我們說324是過度使用武力呢 這個都是因為你過度的去解釋呢 給予你的權限 所以你已經不符合那個很基本的人呢 基本上你如果你是要防衛呢 你也要有一個真正的威脅在 你才去做出一個射殺對方的行為 可是現在你還這個 根本就沒有那個很嚴峻的狀況 你不需要自救 結果你就把他給殺掉了 那那個地方法院就用這樣判那兩個 可能一個主要的這個軍人呢有罪 那到了一個這個高等法院呢 高等法院就維持呢 這兩個軍人其實是有罪的 可是呢他用了另外一件事情來說 這個高等法院就說呢 我們不需要訴諸一個更 比這個實證的法律呢更高 實證法律就是說 可能在立法院經過一定的程序呢 訂定的某一種法律 那他就說呢 我們不需要這個訴諸 在實證法律之外的另外一種法律 我們其實只要說呢 在一個這個東德 它還是一個有法律的地方 那一個守邊界的人呢 其實也要遵守某一種 這個他的東德的法律裡面的一些規定 那既然基本上你守這個邊界的規定 並沒有要求你要射殺 他可能只是說呢 你要阻止呢 基本上一些人逃走 可是他並沒有說要你去射殺他 但是你卻呢 不但射殺他 而且你把他射死 所以這個 等於是這個高等法院就說呢 可能還是有罪 可是理由完全跟 立法法院完全不一樣 他就認為說其實 真正的根本呢 來自於呢 他可能在理解這個法律時候 是非常不當的 是一種錯誤的權勢 你可以想像 我們在我們的行政系統 或者司法系統裡面 也有可能有一些 尤其是行政的體系呢 他有可能去錯誤解釋 某一種 一個對人民最不利的一種權勢 然後去執行呢 可能某一種 某一種這個 這個這個手段 就是用一種很極端的手段呢 去做其實 那個原來在憲法 還是有一些保障的 這個權力保障的條件下呢 所做的一些規定 好所以這個李建良老師就認為說呢 這樣的判決 高端凡這樣的判決呢 他覺得好像有一些疑義 好就是好像根據東德法律呢 可是你也不應該去射殺 結果這個李老師他的想法是說呢 雖然我們有所謂的 這個法律的詮釋呢 可是在這個手邊界的人員呢 他們其實是有一種所謂的常識的 就是說所謂一般 我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大概要怎麼去理解 那那個一般的理解就是說呢 我一定要阻止 我可能沒有阻止呢 那搞不好我自己會倒大沒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去 去阻止他逃走 那如果他基本上這個逃走了 有可能我會 小孩不能讀大學啊 或者是我的這個家人呢 可能會遭殃啊 或者我自己呢 沒有辦法繼續再擁有這個工作 甚至我可能退休金呢 可能都不在了 所以李老師就認為說 那有沒有可能高等法院這個判定呢 其實是一種轉型不正義 所以這個是這個詞呢 首先出來的一個詞 所以基本上他就認為 可能不能夠忽略呢 我們在理解一個加害者 他做出所謂加害的行為的時候呢 我們不應該只去尋求他 可能法院是怎麼理解 你要去了解的是這個人呢 這樣比較大聲 可是我應該講得很大聲 那你應該要了解呢 就是他的同儕中 他怎麼了解這件事情 你不應該只從呢 可能那個法院 會有什麼樣的見解來理解 這個人到底現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李老師就說 這個有可能是轉型不正義 這個有可能是轉型不正義 所以什麼是轉型不正義呢 要不要試著再歸納一下 對請說 請說 我的理解是說 對老師的意思是說 那個 你說 之前那個2284年 一直到現在 那個所謂不正義的事情 到現在還是 會存在我們現在的法院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的社會 在原型的時候 如果有更到 就是法院這邊詮釋的話 他還是會 不是這個不正義的情況 還是會繼續的存在 我們實際遇到的事情裡面 謝謝 是這個意思 恩 醫生我把你的想法再說多一點 好 呃 你說呢 好像我們說 轉型不正義呢 呃 指的 好像是在講說 過去呢 可能發生的一些呢 呃 我們現在如果用一個更簡單的詞來說 他是侵害人權的 好 比如說軟巢日的逮捕呢 呃 現在如果有人敢這樣子逮捕呢 呃 可能下午四點鐘跑到你家去呢 然後說先問一下你的名字呢 然後就說你被逮捕了呢 呃 我猜 呃 可能你的鄰居或什麼 大家都會可能跑去抗議 呃 有可能可能大家都會 激進側翼 或者是 我不曉得 可能董國前進 大家都會跟著你到 到那個 警察局去呢 跟他抗議 好 我們一群人可能就浩浩蕩蕩就跑去了 呃 這樣其實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可是過去呢 呃 是有這樣的事情 好 所以好像 過去有一些人權侵害的事情呢 好像 我們說轉型不正 好像現在呢 繼續有這樣的事情 你會同意這個朋友說的 這個叫做轉型不正 喂喂喂 對 喂 對不起 所以我是覺得說當然 呃我們到現在 那比較 呃不會說像以前 說呃做的那樣的 侵犯人權的情況那麼嚴重 但是實際上那個法院的本質 是還 還是一樣的 只是說他們 嗯 現在不會做 做的那麼的 呃就是 侵害的那麼的明顯 或者很厲害 但是也許他們 在對事件的看法 其實還是跟過去是一樣 還是存有相同的那種 那種呃判定或立場 所以 非常感謝 所以你剛才的說法 好像有一點點改變 好不好意思 那個哲學家通行都是在 想要了解 呃你剛剛的一個說法 你剛剛的想法有一點改變 你指的是說呢 呃好像那個法院呢 對於現在類似的事情呢 還是維持著呃過去的某一種立場 好 也許我再多說一點點 呃 也就是說呢 過去的人呢 可能不承認這種事情呢 以阮朝日的例子呢 他不是一種人 他是 他不承認他是一種人權的侵害 結果現在呢 可能還不承認 好像是說法院的立場呢 或者觀點呢 其實還是沒有改變的 好像是這樣 所以你說呢 這個是轉型不正義 請說 終於你忍不住了 其實我剛剛聽教授講的意思 好像是說 就是轉型不正義就是 你遭受某種迫害 然後你覺得不正義 然後所以 你就用了不正義的手段 去審判 在原本那個對你過 那個過壞那個的事情 這樣子嗎 就你用不正義的手法 現在是正義 這樣嗎 非常好 也許我稍微說多一點 李建良老師呢 非常非常的狡猾 好希望他們今天不會在這 哈哈 他其實呢 呃 他用轉型不正義 後面是一個問號 好 顯示呢 那個李建良老師認為 這個只是一個 好像 呃 裡面有可能蘊涵呢 不是那個法院最後的判定呢 好像 呃 就是有一些不正義 他沒有考慮到 他應該要考慮的東西 好 那也許 我再加進來吧 呃 好像阮曹日先生呢 呃 他到今天呢 呃 到底他遭受什麼樣的一個 呃 一個事情發生在他身上 他到底是被誰呢 列在名單上面呢 呃 到底他 呃 到底把他槍殺的人呢 到底是在哪一個時間點上 然後他的屍骨呢 你可以想像有一個人的家裡面呢 呃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去祭拜他的父親 好 每次到了228的時候呢 呃 他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所以 呃好像阮曹日先生呢 今天呢 最多最多我們會說 呃 當這個 馬總統呢 呃 呃 在所謂的 呃 在228紀念日的時候呢 他就會說 我們要紀念 對不對 我們要紀念228的受害者 好 他感同身受 呃 他心裡很難過 好 甚至我記得 我是不知道他有次他也有流眼淚之類的 好 好 但是呢 呃 但是呢 他對他這個 對 呃 軟美書女士而言 他的家人而言呢 他到今天其實對他父親呢 呃 在什麼情況下 在幾十幾刻斷氣了呢 呃 你知道有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呢 他們還有可能 呃 因為那個蔣介石要求說 在槍斃的前面呢 之前要照一張相 然後在槍斃過後 呃 就是死掉的時候 也要照一張相 來表示他有真的執行呢 所以至少有一些被槍斃的的 呃 這個家屬呢 他有看到那個照片呢 至少你還知道 他是這樣被 呃 這個槍 槍殺的 好 但是呢 如果像阮曹日先生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呢 他的家人連他呢 到底在什麼前 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呢 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家人可能還會在 為這件事情很爭執說呢 呃 這個這個過年的時候 碗筷要放在那裡 因為因為有可能 爸爸還是會回來的 所以 所以如果這裡面有所謂的 轉型不正義呢 這想要說什麼 好 請收 我們正義啊會 中文會有點疑惑 跟孟子一樣 好像應該做的事情 那實際上在 Justice裡面 英文裡面 就是都都啊好 那像白色恐怖時期的話 就是 國安 反共產黨 另外一邊的話 是 人民的基本權 那顯然是超過了 所以超過了 就在執行上超過了 所以人民基本權 是沒有保障的 那在 那個爬牆那個案子裡面 大概就是說 那個 那個 就是 就come on law來講 我們有人權 你不應該隨便犧牲一個人命 好 這樣的過程 地院的判斷是這樣 所以你的執行是過當的 那高院反而 他不肯直接去承認這個 come on law 就是人權 的一個關懷 反而某種程度上 他又 加諸給那個 執行者裡面 又 就是他那個 天品又有點擺過來一點點 就是反而讓 那個執法者 可能會 不知所事 好 他其實很難判斷 就是那個 justice其實就 沒有嘟嘟啊好 這樣的過程 那這個其實是 有點擺盪的 就是 不是說 擺到這邊就一定這樣子 這樣 好 那某種程度上可能會 那台灣的狀況 是根本都還沒有轉型開始嗎 是 非常好 連真相都不明 很謝謝 這位先生 他 開始把那個 英文的 justice這個詞 就是 可能 如果那個 如果你了解那個 英文那個 justice的詞的話呢 你可能會 回到那個 那個詞的根本 是叫做一種 一種 due 就是說 如果在 你們有讀過這個 這個 國安俄對話錄的話 他非常非常的 清楚在講說 什麼是正義呢 正義其實就是 欠錢還錢 你們有聽過這個 很簡單的定義嗎 就是如果我欠的人家呢 非常多的 錢的時候呢 那其實正義就是呢 如果我欠五塊錢 我就是要還五塊錢呢 這個叫做 某個意義上是一種正義 那如果我沒有還那個五塊錢呢 那你可以想像 基本上 我就是一種 某一種 不正義 所以剛才好像說 中文呢 好像是說 相當 一定的程度的相當 好像是這個詞的 這個意涵 就是這個字的意涵 可是很好笑的 你知道這個 蘇格拉底並沒有放過呢 這個 自以為知道正義的人 因為蘇格拉底問了一個很好笑的問題 他說呢 OK 那是欠錢還錢 假設你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呢 基本上他在頭腦清楚的時候呢 突然跑來找你 就是說 把槍呢 放在你這裡 因為這個朋友很喜歡喝酒呢 所以他基本上 很怕呢 這個槍放在家裡呢 喝酒的時候就會產生 不幸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他就說呢 那我這個槍先放在你這裡 然後呢 基本上你幫我保管 那結果有一天呢 當那個朋友又喝醉了呢 而且大聲吵著說呢 他要殺掉呢 某一些人 然後又跑來找你 跟你說呢 那他現在要那支槍 然後蘇格拉底就問這個 知道正義的人問他說 所以 如果按照你的定義呢 那那個 所謂的正義就是欠錢還錢 那你覺得你現在 是不是就有一個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槍還給這個 這個人呢 那你其實就是一種不正義 不好意思我把這個問題 再拋給剛才那個朋友 就是說呢 好像我們的原來的正義概念 就是說呢 如果當你有所欠的時候呢 你差不多要你欠多少呢 就應該要還給那個人多少 那沒有還給那個人多少呢 其實就是不正義 所以基本上你要照他所給的呢 要還給他 那再回過頭來看 那是不是代表說呢 如果你沒有在這個時候把槍還給那個人 其實就是不正義 不好意思我再多說一點點 我還是想要把這個問題 可以拉到剛才的轉型不正義呢 來看 到底這邊所謂的不正義指的是什麼 因為我剛才一直講說呢 基本上那個軟曹日呢 他被逮捕了 然後呢 然後發生的所有這些事情呢 然後我們到今天我們覺得呢 這裡面其實是轉型不正義 那剛才有朋友呢 很清楚的說呢 好像那個法院 我現在如果把法院放得更大一點 好像我們的社會 對於軟曹日先生這一件事情呢 好像還沒有做出任何呢 某個意義上呢 有相對於他所欠的那個東西呢 他好像沒有真正的還 如果我把剛才那個概念黏結起來 就是說你欠了某一個人一些東西呢 結果你根本就到現在呢 你什麼都沒有還 那如果用這個概念講 我可不可以說呢 這裡面好像有涉及到 轉型不正義的事情 好不好意思請 請 喂喂喂 好有戒有還事吧 呃好 陳前總統說有貪污關起來 好出來保外就義 不要我 不要 不放你出來保外就義 好我把你放出來 我把你放出來 我把你放出來保外就義 可是人已經弄瘋了 然後啊 那個之前栽贈的罪名 其實大部分是無罪的 轉型不正義 OK 呃現在陳陳前總統的案子 現在也被提出來了 好像這個也涉及到呢 呃一種轉型不正義 也許我還是想問 好舉了這麼多的例子呢 到底什麼是轉型不正義啊 就是當你舉完這個例子 你好像還可以繼續舉 對不對 好 那 呃 到底轉型不正義指的是什麼 這當然就涉及到 等一下我們說 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 你有誰可以 可以做一點回應 請坐 我覺得轉型正義很定義 這有定義 它應該是一個比較遲來的正義 然後轉型不正義就是 它雖然是遲來正義 但是你對這個轉型正義 有不當的處理 所以它會變成 它就變成不正義 為什麼一定是遲來的 因為轉型正義通常都是在 你事情過了之後 才去找 才去想辦法要迷糊 通常都是 一二二八為例的話 轉型正義一定要 就是譬如說正向 或者是 要那些人給他們 比如說 常常 像蔣介石 他的 他現在在歷史課本裡面 定義應該其實還是滿正義的 但是他都不會提到說 在台灣他到底幹了什麼事情 那 就是一定要把他這件事情 把他揭露出來 然後給他 讓他 讓大家知道說 他自己的內容 讓他叫轉型對 非常好 非常好 你剛剛用了一個詞 可能有一點點 你在講說一定是遲來的 那也許我 我只要說 你知道法院 法院都 我意義上那個時間都很久對不對 如果有人他 被搶或者是 可能他被殺 那有可能 如果你去法院 還給那個人正義 你通常不會事先給他一個正義 好像也都是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好 所以 當你說呢 轉型正義好像都是遲來正義呢 那我必須要說 只要是經過法院的 可能大多數都滿實的 這個 如果你現在有人打我呢 我當場把他給幹掉了 那當然就比較 即時 那比較即時一點的正義 可是好像 只要經過法院或者經過社會呢 好像就要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好像遲來 不是一個很核心的概念 但是你剛才講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你好像在講呢 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呢 好像有一個要轉型的意思 那轉型這個詞 好像從這個意義上 好像跟某一種制度有關係 他指的好像是說呢 從某一種制度呢 要轉到另外一種制度呢 好像在追求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認為某些事情是不正義 所以我們要追求呢 正義 知道 知道我在說嗎 如果我回到剛才這個 軟美書的例子呢 好像非常清楚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呢 如果我現在 坐在那裡 聽軟美書 開始講他的父親呢 我會 他越聽的時候 我在2003的時候 我是越聽越憤怒 那時候我剛從德國回來 沒多久呢 然後我不曉得原來有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就我聽了 我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難過 我也跟著呢 就稀哩花啦 然後後來呢 我們後來又請了這個 這個佛金玉女士呢 她只是去跟陳怡去要求說 台灣人在郵局的這個薪資呢 她希望能夠調 因為等於在郵局的這個 從中國來的其他的人呢 他們的薪資是 跟日本人的薪資呢 是一個水準 所以等於高過那個台灣的 郵局的員工四倍 然後呢 他們因為是從中國呢 的郵局派來這邊 所以他們又有在 他們的一個家職 所以他們的薪水呢 就高過台灣的這個郵局員工呢 可能七八倍 所以這個這個 當時呢 這個許軍就認為 這個是一種不正義 所以她就在 一個時間裡面 跟郵局的員工呢 就是跑去跟陳怡呢協商 然後之後她就 她就這樣呢 被判十六年 好 那你可以想像 她在講這件事情之後呢 當然每個人下面聽到的都 這怎麼怎麼回事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所有的學生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 這個我們當時在開會 都能夠覺得非常的難受 就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有一位 講者是高 這個高聚名牧師的一個高師母 他在講說他不但他家人呢 在二二八至少有四五個人 其實都是被槍殺在高雄呢 的情況 那我們當然就覺得非常的憤怒 然後我們當然覺得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那件事情發生在白色恐怖 或者發生在二二八的時候呢 但是我們的社會 其實對這件事情呢 幾乎完全不想要說 所以這個社會 並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呢 在過去那個另外一個制度下 發生的事情呢 又竟然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他們發生的不正義呢 沒有人去認定它是一種不正義 怎麼可以這樣子 讓這個事情繼續在現在發生 就是在現在我們依然不曉得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可以讓這樣的事情呢 好像這個掩蓋 然後不讓這個社會的人知道 過去所發生 在一個這個制度下面所發生的事情 我再停下來 所以什麼是轉心正義 或者什麼是轉心不正義 請說 喂喂 依照老師的意思 所謂的轉型正義 是不是指某種可能形態的轉變 就是可能是政治形態 或者是自... 就某種社會形態 例如像台灣的話 是從以前的建言時期 走向現在的民主 然後如果是用德國的話 就是以前東西的分裂到那個合一 那如果是南非例子的話 可能是以前種族隔離 到現在已經把種族隔離制度廢除 所以那個是不是過去的 政治形態下面不正義 然後我們現在要在這個政治形態下面 我們要去追求 就是把它轉成一個正義 就是把它揭露出來過去的不正義 我的理解是這樣 非常好 非常好 幾乎是我可能想像的一個最... 最清楚的答案 好像這個涉及到政權呢 突然從一個威權 或者是從種族隔離呢 一個不義的 不正義的某一種這個統治呢 它要轉變到一個正義的 或者說呢 法治的某一種治理 所以呢 我們好像是追求呢 要從基本上一個威權的 極權的統治呢 我們要走向民主法治呢 我們要追求這樣子的一個正義 而這個轉型這個字呢 有一點奇怪 有人說呢 那我們過去我們就忘記好了 我們就是... 就是望向未來 我們不要就是把結窗巴 我們應該要這個... 正面積極勇敢向前走 可能這樣才是我們社會 我們不要再去傷痛等等 你知道這樣的話其實說對了一半 因為的確... 我們的確是要向前走 可是呢 你知道一個人要向前走呢 是沒有辦法 他不可能突然... 我今天的陳昭華呢 是這樣子 然後我突然轉身呢 我變成一個完全全新的陳昭華 截然不同 然後我過去在... 這個騎腳踏車摔跤的... 這個巴呢 就自動... 就不會存在了 然後我突然可以全新的向前走 然後忘掉我的巴 可是我的巴還是會在那裡啊 然後更嚴重的當然是這種情形 假設我過去呢 我習慣呢 用某一種方式去對待某一些人 比如說呢 我總是覺得呢 可能這個同學呢 假設他沒有很認真去讀書的話 那這一定是很壞的同學 然後我就極盡可能去取笑 或者是去虐待這個同學呢 那有可能基本上 假設我沒有去對我過去做的某一種錯誤呢 我沒有任何的反省 而且我也沒有任何的一個自知之明 好 但我們現在其實用另外一句話叫做 自我感覺良好 如果我們對我們自己做的 過去曾經有的一些壞習慣 或者做錯的事情呢 如果我們從來都沒有要去反思的話呢 那你可以想像 我們是沒有辦法真的叫做轉型的 我們台灣呢 剛才同學有稍微提到說 好像轉型到民主 其實我是對這個 已經民主了 我是充滿充滿困惑的 我對於現在台灣是民主社會 我是有一些疑惑 我覺得形式上是 可是在骨子裡呢 或者是在我們的思考裡面呢 我們是不是真的知道民主這件事情 你知道這個 當張慶忠 就是幾秒就通過這個服貌的時候呢 或者當立委呢 可能呢 我們已經指出來說 他不應該受制於整個行政的體系呢 我們既然是三權分立 那他其實不應該要聽這個黨主席 或者是黨國的一個決定呢 可是我們發現呢 台灣好像對這件事情都沒有什麼感覺 即使是黨國體制的 我們也覺得好像 這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子吧 本來又不是 誰要是獲得的權力 誰可以全部去決定呢 這個法院是他家開的 這個監察院是他家開的 然後立法院也是他家開的 反正就是一家就全開 就是都由他來決定 那這是不是顯示呢 我們好像在轉型的過程呢 我們沒有辦法揮別過去 我們必須要揮別過去 可是揮別過去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呢 好像必須要站在 你可以去改變你過去 你知道辦的錯誤是什麼 然後你願意面對呢 這個是一件錯誤 然後你願意把這樣子的錯誤呢 基本上把它改變過來 好像這個才是呢 我們剛才說揮別過去 面對未來一個真正的 真正的一個轉型 那我們發現呢 好像台灣呢 在我們所謂要去轉型的時候呢 我們好像沒有真的去轉型 因為我們缺少一個 非常非常嚴重的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過去體制裡面呢 所犯的錯誤呢 我們現在呢 非常遺憾的呢 我們還是繼續在 繼續再重蹈覆測 過去呢 可能某一種迫害的形式呢 到現在 其實我們在一定的程度呢 我們還是可以見到 然後很像我們剛才 這位大哥所說的呢 我們的法院呢 或者我們的 這個基本上在這個 三二四來講呢 我們法院不覺得呢 如果那些人 打得頭破血流呢 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些人 他下了一個很嚴峻的命令呢 去對付人民 然後讓人民遭受 極大的損害呢 可是非常不幸的 這個下了命令 或者說是呢 他是位階非常高的人呢 那我們就不覺得呢 這個職位很高的人 或者權力很大的人呢 他有什麼錯 就今天我們如果 對一個移工呢 可能誰 移工誰跟誰呢 吵架 結果誰把誰 這個殺掉呢 我們覺得這個人該死 甚至我們會 非常嚴峻的去對待他 可是我們對有一個人呢 他下了一個命令呢 那個命令對所有的人 可能造成極大的一種損害呢 可能他們的家庭家破人亡 甚至他的 可能他們的家人未來呢 可能都沒有地方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立足 我們不覺得這個有什麼 因為他是 他是官位很大 然後他呢 看起來呢 好像在執行是一種 這個勤務一樣 那只要他是在執行勤務呢 我們覺得這個 我們是沒有辦法對付他 而且我們的法院習慣呢 就是某個意義上 對於這樣子的事情 你知道對於大普呢 或者說三二四呢 他根本完全不受理呢 這個有些人是被打得很嚴重 甚至打到癲癲呢 發作 或者只有少幾個呢 少數幾個人 可以去獲得正義 可是其他的人呢 可能完全都自知不理 到今天可能陳雲林來台的時候呢 一些非常奇怪的 就只是在 站在馬路上呢 放了一個棋子的人 而且是所謂中華民國的國旗的人呢 他也被打 被這個警察K的很慘呢 到今天可能都 我們法院其實根本就不管 只要是下命令人非常高 權力非常的厲害呢 那可能呢 我們是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你可以想像 好像我們的法院 我們的這個社會到今天呢 即使我們說已經民主轉型呢 可是對某一些事情我們覺得 那個是人民的一個權利的時候呢 那我們依然還是沒有辦法呢 針對一些損害人權的事情呢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呢 一個我們所希望的正義 對這個有一些想法或者是疑問嗎 好 請說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 所有的 所有的 好跟對錯啊 是來自於 正確的資料去判斷說 好跟對錯嗎 對 判斷好那個 假設那個資料是正確的話 那 轉型才有疑義啊 那 怎麼去判斷說 這個資料 我們覺得是正確的 那 以至於說也不能判斷說 轉 是轉哪邊 還是好還是不好 那接下來 好跟不好 那是不是 這樣繼續又吵下去了 那 持續的一直吵下去之後 好像也沒有一個 真正的 一個正確的一個資料 讓我們告訴我們說 我們判斷的資料是正確的 那我想問問你說 那 怎麼去判斷這個資料 呃 對不起我想問一下你的年紀大概是 呃 三十歲 呃 如果你 你那個 不要就不要回答我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有在意 你是三十歲以上還是以下 三十歲以下 三十歲以下 太好了 呃 我猜呢 現在可能三十歲以下的朋友 有一些比較好的地方 好 因為我們以前呢 在我們的教科書是不談二二八的 或者也不談白色恐怖的 那呃 呃 現在好像這個 呃 尤其像我這個年紀 好 但是三十歲 呃 以下的人是知道 有二二八這件事情的 好 然後呃 如果你稍微看一下 有一些資料呢 呃 好 這個電報是呢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呢 呃 基本上要求呢 呃 請這個美國的 這個駐台的 這個單位呢 要跟南京的 呃 這個政府去反應 要把那個給蔣介石說呢 呃 拜託他不要用軍隊來鎮壓 好 3月5號的時候呢 給他一個電報說 呃 不要軍隊來鎮壓 結果那個 呃 蔣介石回給陳怡的時候呢 他說他有收到這樣的一個 呃 可是呢 他決定呢 把他自知不理 他當 當天呢 就回給陳怡說呢 那個兵呢 已經在路上了 軍隊已經在路上了 好 所以我想回答一些問題 呃 其實不是呢 沒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讓我們呢 呃 揭露 過去的 呃 曾經有一些人做出了一些決定呢 這個決定 事實上是 呃 要讓呢 呃 這個當時的所謂的228 變成是一個鎮壓的行動 雖然當時已經很多的士生跑出來 呃 試圖把那個狀況穩定下來呢 然後狀況也得到一定程度的 呃 這個 呃 就是比較冷靜下來呢 但是呢 呃 呃 在3月5號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決定了 呃 這個21師就是要到台灣來 所以我想 呃 事實上是已經有一些檔案呢 呃 就是已經慢慢開始解開了 但是我們看不見呢 呃 現在是國家對於檔案解密這件事情呢 到底它的一個政策在哪裡 呃 我先以我熟悉的德國為例吧 你知道東德 呃 滋滋滋滋把它給碎掉的 所以當很多西德的人員呢 呃 到呃 接收東德這個資料的時候 他發現其實是一大捆一大捆呢 碎紙機的資料 然後甚至有一些檔案是用 直接就是用呃 這個這個 呃 這個剪刀或什麼 就是胡亂做的 結果德國必須要 後來統一之後呢 德國必須要花很多的錢呢 把這些檔案 就把它給拼起來 好他們花很多的 他們甚至開發很多的軟體呢 把這個檔案就是呃 去比對所有的字的邊緣 要用一套的這個這個這個 呃 這個軟體呢 把它拼起來 他花了一大筆錢呢 去把這些資料 一個一個把它組合起來 這個是德國對於呢 過去發生的一種人權侵害呢 他採取的某一種政策 那如果同樣我現在到回台灣來呢 那到底請問台灣現在 對於這些檔案 你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可以知道我的問題嗎 然後就是就你已經知道的檔案呢 你明明就已經知道 有一些檔案已經解密了 然後裡頭呢 可能也有一些 呃所謂的法官 也有一些檢察官呢 呃你知道有一些法官非常 算是也蠻可憐的 就是或者是檢察官非常可憐 就是當他寫起訴書的時候 這個書瑞強老師呢 呃知道最多 就是那個呃他起訴書寫了呢 結果那個蔣介石非常非常不滿意 呃就要這個人退回去呢 說給這個人五年的刑期呢 這個是不允許的 回去要重寫那個起訴書 結果檢察官回去 必須要翻遍所有的條文呢 呃看哪一些罪是比較重的 所以他必須要趕快把這個 原來說五年的 要變成十年 結果蔣介石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說這個 呃十年呢 這還是太輕 那那個寫這個的 你再不好好寫呢 呃你就會 你就會沉土 馬上再退回去要他再重寫 他必須要再去找 所有的法律條文呢 再去找一個更重罪 有人就是這樣從頭到尾呢 呃你知道他最後只能判他死刑 這樣的事情其實都已經在 然後可能也有法官的名字 可能也有 呃後面在他要判他去死刑 要槍斃的時候呢 可能也有一大堆的名字在後面說呢 是誰簽的 呃這個簽成 這個名字其實是在裡面的 那也許再說了 如果檔案呢 已經解密的 然後你已經知道 呃是誰呢 做了某些事情了 那請問呢 呃那個中華民國政府呢 請問你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所以你剛才說呢 到底那個轉型有人說這樣有人說那樣 呃我猜呃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那個分歧呢 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大 我們想像好像是五五波嘛 剛才的想法 好像是這五五波 可是實際上 你去發現那個檔案 你只要去讀呢 你發現非常奇怪 呃明明就已經知道在這裡面呢 可能有人做錯了一些決定 或者有人做錯了事情 他沒有法律呢 沒有法源呢 他就做了某些 你大家知道雷震案嗎 現在都已經非常清楚 連那個呃說至少不得少於十年的這個呃 等於是他的手遇呢 都找到了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覺得呢 呃或者我們的法院對這件事 我們的國家對這件事情呢 就完全沒有 沒有任何的反應 你可以想像 中正經代行還是寫說呢 台灣的民主呢 之所以有這麼 那個是講公的一種恩責啊 你可以了解為什麼學生 呃你知道 你知道我們學校的那個動物大學也有呢 寫說這個殺人兇手何需緬懷 好其實在那之前 我們已經跟學校 呃就是協商一年了 好然後學校的圖書館的館長 有跟我們講說呢 呃其實那個那個同那個同像呢 是是校友捐的 可是因為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呃可能有一些所謂的 呃這個你知道就是說 一些可能在裡面呢 呃說說好的百分之多好的銅呢 其實沒有沒有到達百分之多的銅 所以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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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像呢 頭頭部只有在上面 有一點點那個 呃銅在上面 他其他地方其實是空的 所以你知道 我有一個學生就跟我說呢 他現在想要去撞那個 呃他想要跑到旁邊呢 就把那個頭部下給撞倒 因為他想說他只要一撞 他到底上一定會頭破的 好但是我們今天協商 一整年呢 那你可以了解呢 我那個學生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是讀了這些資料 他非常非常的憤怒 他只能對一個銅像 呃我們大家聽起來就說 啊那個銅像被砍頭 覺得很很恐怖 怎麼有銅像被砍頭的這件事情 他忘記了他其實是銅像 好但是你可以想像 他只是一個銅像 但是在二二八 呃在白色恐怖的人呢 那個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他們甚至呃要去世 要被呃這個槍殺的時候 你知道有一些人 他原來就知道他會被判死刑呢 你知道他每天四點鐘早上 四點鐘就起床 他不希望他槍斃的時候呢 他的大便跟他身上的很多的腸子呢 會會是非常非常沒有尊嚴的 所以他可能在前一天呢 他就開始禁食呢 他要知道說 他要讓他早上四點鐘起床的時候 他要大乾淨呢 把自己所有的東西整理得好好 他要等到那個時間被抓出去槍斃的 好 那那個人的心情呢 那個人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是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 那你說今天呢 呃我的學生去寫上殺人兇手何須緬懷呢 你知道在他的心情裡面 他有的那個憤怒到底是為什麼 好 你知道那個 我在那個 那個銅像的時候 我就是沒有辦法 阻止我自己一直在按讚 就是那個校園的整一整一呢 我每次一看到我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那些畫面呢 太 你知道跟我所讀到的 一些資料呢 一些口述歷史呢 我真的就是 我沒有辦法想像呢 如果 這個國家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那有一群人呢 他們到懷到 就是這樣的一個冤屈 你知道我剛才那個提到那個 軟美書他的母親呢 呃在他去世的時候呢 他都還在怪罪軟美書呢 去呃到處去尋返很多的這個受害 受害者 那他覺得這個 這個是對他家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母親到他去世的時候 都還覺得非常的非常的 呃這個恐懼 你知道黃文公的他的那個家屬呢 你知道他母親即使已經都失智呢 他依然還是要拿住一個影印的 他的舊的一個身份證 因為他說沒有那個身份 他其實就會被抓 那你可以想像 我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不正義 那到底呢 在呃我們民主轉型呢 我們有沒有經過過去 有沒有把過去呢 我們所犯的一些錯誤 在制度上面所犯的錯誤呢 我們有沒有去好好的去面對他 然後我們呢 去釐清呢 到底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呢 呃有什麼樣的責任 你知道 呃德國也花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才開始呢 呃去面對這個過去的 呃納粹時期的錯誤 我一開始他們也是一樣 就是說 有些地方呢 呃曾經是 所有的這個屠殺呢 在1942年的時候 屠殺的一個格殺令下令的地方 那個地方其實 一開始要做紀念館呢 很好笑是 那個紀念館的石頭 只是在門口呢 寫一個說 呃這個是要未來 這個要紀念呢 什麼過去的某一個 呃納粹的一個報信呢 結果你知道這個 這個石頭都被打壞 然後後來甚至被偷走 這個石頭都不見了 那個還是 德國總理呢 呃下令見的一個盃 他們也花非常非常多時間 到80年代呢 他們才開始 就是真的那個社會開始呢 呃要好好的面對這件事情 好但是呢 那個過程裡面呢 是充滿了非常非常多的民間的團體 甚至有一位 呃在在在奧斯維茲 在那個奧斯維茲的這個集中營呢 他的受難者 他離開奧斯維茲的時候 他就開始去寫了17本 關於呢 呃這個納粹的一個 呃當時之後去迫害 呃這個這個人民的一些 呃這個事情 他去揭露這些 用一些文件的資料去揭露 就到197幾年的時候 他非常非常的傷心 在他自殺前的一個月呢 呃他寫信給他的孩子說 呃他覺得非常非常的 這個呃就灰心 他看不到任何的光呢 呃讓他覺得 呃他可以 他一天到晚就只看到過去呢 呃設計殘害別人的人 現在能然呃在他的花園裡頭種花 然後他可以這樣 過得很快樂的日子呢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忍受這樣的事情 就一個月之後 呃他就他就自殺 後來在那個萬湖的紀念館 後來把一個圖書館呢 呃就把這個道客過 就當成是一個紀念的人 那我必須要說 也是因為有他的堅持 還有好多好多 越來越來越多 越多的年輕人呢 呃加入這個工作 他們開始意識到呢 呃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他們絕對不能放過呢 呃讓一個德國的政府呢 就是如此的 基本上就是 呃放任那個過去的這個殘害 在他們的社會裡頭呢 繼續的一再的 呃這個把它當成是一個 歌功頌德的事情 在那裡呃稱頌 再回頭來 呃我們有釐清什麼叫整 轉型正義嗎 剛才我們好像提的都是轉型 不正義對不對 對 請說 呃我其實聽一聽之後 感覺用比較負面的說法來講 感覺很像一種清算 就是在清算過去的一些 反正過去犯了一些錯 然後 那我想要就是問一下就是 就是關於類似負債職場 或者是類似說 為什麼他們過去犯了錯 不要我們 因為很多人會說 228要什麼 呃 賠償金啊 或者是國賠什麼的 那為什麼是他們 那些人 過去的人犯的 啊我們為什麼 要我們現在的人 繳的稅金 去 替他們買單 那 對 大概就是這樣 非常好 呃 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說 呃 呃這樣子這樣子算不算是 事實上是對過去的一種清算 好 那這當然呃可能我 我我我我其實今天還是要開始 你知道哲學家最喜歡說 呃請你定義一下什麼叫做 呃清算 然後我再來回答你 哈哈哈哈 這是蘇格拉吉 好 就是 是還是不是清算 那我猜你說的清算的意思是說呢 好像把過去在另外一個政權下面發生的事情呢 好像我把它拿出來呢 呃 就是去指責呢 過去呃 去做這件事情的人 我知道你的清算是不是這個意思 去要求呢 過去基本上做這件事情的人呢 要負責任 好 比如說我現在呢 呃 就是回家發現呢 呃 我我我父親呢 之所以沒有辦法升官呢 呃 可能就是因為某一個人是當廖培亞呢 呃 就陷害了他 在呃 可能1987年以前呢 結果我現在回去呢 找到了這個 呃 這個這個文件 好 裡面有說呢 說我爸爸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又拿著這個呢 呃 去 去要求法院 或者說我不曉得 不好意思有國安法第九條呢 真是不允許的 過去的案件呢 再上訴 但是我現在假設呢 呃 呃 這個是可以再再翻的 然後我就拿這個去說呢 這個人呃 呃 有問題 因為他對我爸爸做了什麼什麼事情 所以你認為 哦 轉型正義事實上 是不是這種清算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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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曉得你指的清算是什麼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猜你可能 呃 今天晚上就我們兩個對話到那個 呃 到結束的時候 就是 對清算 也許我 清算有時候是蠻負面的 對不對 但是在一定的程度呢 呃 可能我們說的 你剛剛說好像比我剛才說的大 那他有可能不是很 不是個人的 那有可能那個清算呢 是完完全是制度性的 哦 就是說呢 我們要去看呢 呃 過去的某一種這個臨時法呢 或者某一種動員勘亂的一種法律呢 他造成了或者刑法一百條呢 呃 或者二加一就是一個更嚴重的法律呢 呃 這個刑法呢 然後他因為這樣呢 呃 喪失生命 好像我現在比較針對是這個制度性的 去去了解這個制度性裡頭的服役 那你如果說這個是清算 我會回答你說 的確是清算 的確轉型正義最核心的呢 呃 呃 有可能不是最核心的最終極的目標 不是人 不一定完全是人在裡面 誰誰誰一定要把誰的責任 呃 這個罪責抓出來呢 有可能那個不是真正最終極的 他真正的重要是那個整個制度的轉型 就是說呢 呃 我們之所以會要追溯某一些個人在裡頭的 有可能重點不是那個人 基本上呃 有什麼直接去去抓他的問題 而是他在某一種職位上面呢 呃 用了某一種 因為他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嘛 他是某一種人權的侵害 所以他涉及的是呢 那個制度性 他在某一種職位上面 他做了某一些事情呢 結果那個事情造成了某 做成了一種不正 造成了某一種人 他可以不要這樣受傷害 結果他卻受到了這樣 他可以不要死呢 但是他卻因為這個制度呢 所提供的某一種手段呢 讓這個人呢 就是他非死不可 那這時候我們好像 我們的轉型好像 我們要從這樣子的一種制度 我們要走出來 那走出來唯一的很重要的方式就是 我們就去面對呢 這個在這樣子的一個體制下面呢 他可能造成的一種人權的侵害 或者是說呢 一種不正義 那基於我們有面對這種不正義呢 那你可以說呢 我們就是在從事呢 一種轉型的正義 我知道你是不是同意這個 好 今天晚上 我是一直想要避免用制度性這個詞 因為我一直覺得 以台灣的歷史來講 那也不是什麼制度性 因為制度性通常是一個 在比較大的環境下方的 但是台灣的歷史 我覺得它根本就是 蔣介石先生一個人造下的念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 因為我覺得如果清算也是 也不是清算也不是清算於那些 在他手下比如說法官那些 或者是那些警察 因為那就跟剛剛的例子 那個德國的士兵那個是一模一樣的 你去探討他 他只是 嚴格來說 他也是 他那個氛圍下 他之類的 造那個依法形式 類似依法形式 一面一形式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用制度性的話 感覺很像 好像蔣介石先生好像是有點比不得已 對對對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因為我覺得他剛剛有說 就是可能是蔣介石一個人造下的念 可是我覺得 以整個制度性來講 可能說 在那個時候是 他 一個高官做的決定 所以造成這件事情 可是現在台灣的 台灣目前的狀況是 經過了那麼多年 到現在 到之前三二四 可能還是因為高官下了一個命令 然後下面的人必須做這件事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還是在的 它是一直都存在在台灣 包含現在變成民主的台灣 但是我們還是有這個狀況存在 所以才需要轉型 也許我只增加剛剛說的一句話 好像是 剛才說 蔣介石一個人對不對 但是剛才同學好像多說了一點東西 高官下了一個命令 但是事實上是有一個體系呢 在從事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沒有 因為如果沒有 所謂他的左右手呢 其實我很想提那個 總統府的機要式 就是沒有這個 這個情制單位呢 在那裡控制呢 調節呢 那你可以想像 那個是非常難以運作的 然後這個運作 如果沒有五院呢 如果沒有再加上 你知道行政的行政權呢 然後可能司法呢 甚至可能每一個這個警種呢 可能某一種這個單位 這個是沒有辦法這個執行的 只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呢 這個裡頭的一個共生的關係是什麼 但是我先提到 就是說好像這個 有一點點增加 請說 我好像會問青春的事情 然後因為有點緊張 所以可能就兩拍有點 倒在關係 然後 因為大家知道以前那個 這個有審級保障嘛 所以公務員其實 外省人很容易當 所以 我不是要激起審級情節 可是我覺得 一直到現在 其實外省人當高 高階公務員的比例 還是比較高 那 其實現在雖然說已經沒有審級保障 可是我們知道說 父母會盡量讓小孩 複製階級下去 所以 現在只剩下父女保障 跟那些原住民保障 其實這個制度已經改下來了 可是我們還是持續的 外省人還是比較容易當那個高階公務員 我覺得這方面除了制度以外 還有一些 尤其是經濟的變遷 然後現在貧富家具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貧富家具這樣大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依賴千人 給我們的資本 所以這種東西 比如說是制度的話 好像也跟經濟很有關係 所以沒那麼單純 非常好 你提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在轉型正義裡面 其實有另外一個概念是很重要 其實經濟的議題 也是轉型正義非常非常關心的議題 你知道功德呢 SED的一個黨產呢 立刻就有在國會呢 要通過有關於黨產的一些處理的方式 甚至呢 過去的這個官人的地方呢 馬上就會有一個件事情說 我們要怎麼處理這個地方 所以這些都涉及到 而且沒收 有些人呢 像我剛才提到軟美書呢 他父親被抓走的第二天 他們家的一個 放那個自動車的一個工廠的地方 那個自動車一輛都不剩 這些全部都是呢 他無緣無故呢 就是所有的家裡的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沒有了 那你可以想像 這個除了 這個除了我們剛才說呢 到底誰下的命令 那他現在的一個損失呢 他所喪失的所有這個東西呢 我們你可以說 如果正義是涉及到 要還給你欠了某些人呢 一些東西 你現在要還給那些人 你欠他的東西呢 那他就是要求說 那我過去呢 我有的東西 我現在全部都沒有了 那基本上 可能就要回到你剛才提的 第二個問題了 對不對 因為你剛才提到說呢 那很奇怪啊 那個是過去 又不是我把那個 軟美書他們家的 那個自動車那個地方 又不是我車子 我把它牽走的 就算是我爸牽走了 好了 那也不是我牽走的啊 那幹嘛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有 那個補償呢 好像我們是現在的稅金 那些補償過去的這個 那應該很沒道理的 好 也許我稍微再回答你前面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議上 好像也不是緊緊的清算而已 制度對制度或者是人呢 某一種程度上面的清算 好像這個涉及到說呢 一個人失去 他不應該失去 但他卻失去的 好 你可以想像 我如果在路上呢 咚咚被車子撞倒呢 那你可以說這是命運吧 好對不對 就是說我 就是已經 已經背了很多天 倒大煤 好就是我 基本上經過土地公廟 沒有好好的拜 結果我就是倒大煤 所以我就是摔了一跤 我就是被車撞倒 那你可以說這個是倒大 這個是 沒有人可以去負責的 可是如果有一個人呢 他就是 看我不順眼呢 結果把我揍倒在地上 然後我因此呢 就產生很大的傷害 那個是 那個是不一樣的另外一件事 那你可以想像 這國家呢 在一定的程度上 可能是國家或者所謂的政府呢 他對我做出 他有一個很大的制度的體系呢 配合的天音無縫呢 然後把我呢 造成就是我的 呃 不應該失去 但是我卻失去的 的東西呢 那為什麼我沒有 我沒有權利要求說呢 呃 我要獲得一個 一個歸還 那剛才也有 有朋友不是也提到嗎 那因為有一個所謂的 呃 可能外省人呢 優先 呃 這個錄用的一個 一個規定呢 或者是某一個 某一個 他就他就用某一種 呃這個 一個沒有直接這樣說 可是呢 他就讓呢 某一些人比較容易晉升呢 那另外一些人 就完全沒有獲得機會 那 他們 他們難道就不應該 面對他們 就是應該要有一些 因為我們 如果剛才說正義就是 有所欠就要有所還嗎 那不就是應該要還嗎 這樣子才是正義嗎 請坐 那個剛才教授前面有提到說 就是轉型正義會包含要去面對 過去的歷史錯誤 那我覺得所謂清算或者是說彌補 就是強迫我們去面對歷史錯誤的一種手段 就是重點已經不是去彌補去清算 因為遲來的正義已經不是正義了 所以重點是我們要去面對歷史的錯誤 謝謝 也許我先說 所以你同不同意呢 你同不同意 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用某一個金錢的手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把那個地帶還給他了 甚至我們也沒有辦法把那個自動車呢 那個車早就已經不再用了 我也不可能把那個車再還給他了 所以你同不同意呢 事實上我們是應該要用國家的一些手段 去賠償呢 那個國家基本上由就是欠的 欠下來的某一種債務 所以事實上是應該要去賠償的 可是這個同學剛才提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 他說可是那是我爸幹的 我不是說那個 那就是上一代的人做的事情 那為什麼是我們現在的人要還呢 那這樣不是很不正義嗎 那個為什麼他要做了一些事情 我老爸做了一些斷七八糟的事情 結果是我那個要去承擔 這不是又有世代的不正義嗎 所以轉型正義呢 會導致世代的不正義 請說 你要反對你自己的態嗎 那我就覺得說 對因為剛剛講到蘇格拉底的故事 蘇格拉底他說要不要還那把槍 那把槍也是放在那個人那裡 去找另外一個人去咬那把槍 這樣事情就很奇怪了 那比如就想要提一下另外一個 其他比較可能不是很相關的例子 那比如說今天很多 台灣要不要那個死刑犯 要不要判無企圖獻 很多人都會講說 他放著就是撩幣啊 為什麼要用我們的納克犬 養那些米蟲 那些廢物 所以要把他們幹掉就好了 那今天 那今天他可以問說 為什麼要用我們的錢去養他們 那我今天也給我 為什麼要用我們的錢 去賠阿爾巴的就是這樣 對 也許我先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說一個簡單的故事 看你會怎麼去看 我去訪問過萬湖 會議紀念館的館長 然後我甚至坐了那個 萬湖那個房子裡頭 有個秘密電梯 直接通到館長室 那天我覺得是我生 這個生命當中榮耀的一天 因為我從來沒有坐那種秘密電梯 就是說外表看不出來 有個電梯 然後就裡頭只有三個人 可以在裡面 然後這是專屬的 還有那個 就是燙金的那個椅子 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那個館長到那個 可能開始去講了那個 紀念館的種種的背景啊 故事等等 然後那個館長後來在結束時候 突然講了一個 他自己個人的這個經驗 讓我很驚訝 他說他高中的時候 他本來不是要讀歷史的 他想要讀這個商業 商業的一些經濟的一些科目 結果他在高中畢業的時候呢 他就跟著同學要騎腳踏車呢 到法國的鄉下呢去旅行 結果他就那個 就騎著兩次很快樂跟他的同學呢 然後帶著野餐的盒子呢 他們就哇 就到一個廣場的 有點像是農莊的廣場的地方 他們就開始野餐 然後他們吃得正高興的時候呢 突然從那個房子裡面呢 就是有一個太太就怒氣衝衝的走出來 然後就呢 就是用了好像忍了很久的口氣跟他說呢 就是這些年輕人呢 我只拜託你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的家人呢 幾乎有十幾位的家人呢 都死在奧死為之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聽到任何一句德文呢 我的那個雞皮疙瘩就會從我的腳底呢 就是一直一直往我身上爬 我就會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我的親人呢 就好像在我的心裡面 這個腳痛一樣呢 讓我幾乎痛得沒有辦法生著 結果這位 這個後來的那個館長呢 他就說從那一刻開始呢 他發現他作為一個年輕人呢 他完全沒有辦法去逃避呢 那個國家或者那個社會呢 他所承載的一種罪惡跟醜陋 他覺得作為一個德國人呢 只有有一天他可以告訴別人說呢 我是德國人呢 那只有當我很誠實地面對過去的歷史呢 然後我去對我所發生過的錯的錯事情呢 不再去有任何的藉口跟這個託詞呢 去掩蓋的時候呢 那我才可以真正作為一個德國人 我覺得他說的這句話呢 顯然跟最近梅克爾在說呢 奧史維茲就是德國 那個就是呢 那個就是我們血液的白色恐怖呢 那個就是在你們的父親 我的父親 我們的父親呢 我們的母親呢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叔叔伯 我們的親戚呢 這些都在我們的裡面 那作為一個台灣人呢 我們當然只會想說 台灣好的事情 我們說那個是台灣人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願意去面對呢 作為台灣人另外的一種面貌呢 我們曾經怎麼樣的視力眼 我們曾經看不起東南亞的人 你知道我們曾經 我們不願意去承認到我們現在對移工呢 我們的一種優越的心態 但是我們從來不願意面對這樣子的殺人 殺文主義 我們作為一個男性呢 我們覺得取得了某一些優惠女性的利益呢 一些這個社會比較容許我們的自由 我們覺得這個理所當然 我們不覺得我們需要去面對呢 相較於女性或相較於城市呢 跟鄉村呢 我們有一些優惠 我們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們不願意去面對呢 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要 為什麼我們應該要面對呢 可能有些人他在經濟上面呢 你知道這個一般也稱為 在經濟上面的轉型正義呢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不正義的事情呢 可是我們很需要對於過去這樣的不正義呢 我們需要很誠實的面對 對不起我稍微讓其他的同學或者朋友發表一下 我是就是從剛才聽到現在 就是有其他同學講到說 為什麼我們要用現在的納粹其他之類的 說彌補也好 說彌補也好 就是等於是彌補過去就是 228收買者那些的缺憾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會不會是比較偏 就是物質或實質上的東西 或許是更需要去談轉型正義 可能是大家思想和理念的部分 因為就算現在每一年 228收台北啊 或哪裡都會辦人 或者甚至白酒中 他們也都會出席 可是那真的是發自內心的 一個場合 還是他只是就是 迫於社會輿論他就出現一下 因為就像老師剛才有提到 今年 我們其實是1月26日還是28日 就是奧斯維茲的60週年紀念嘛 那 那個場合是他們回到了那個集中營的現場 然後歐洲很多國的領導人都在現場 而且是發自內心 例如說美克 我記得好像美克說的 說歷史不僅是歷史 可是我們還要面對的過去 那他是發自內心的去 去真的去面對過去 才是真正 我覺得是轉型正義更應該談的 或許會比一些物質上的彌補 更讓那些 說是受害人家屬更有更大的慰藉之類 我多的想法是這樣的 我想剛才議長有稍微說呢 轉型正義的確是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議題 就是說我們剛才呢 其實談的呢 其實都是跟轉型正義是有一些關聯的事情 剛才說的經濟其實只是其中一個面向 那經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態度 剛才同學好像也有提到 它重點可能不是那個物質的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的228已經說是賠償 可是白色恐怖呢 你知道還是說補償 最大的差異就是說呢 它透過這筆錢其實是要 對於整個行政的體系 國家的政府的機器去承認呢 那個是政府的錯誤 那是非常清楚的去說我們犯錯 一個公務人員誤用了濫權呢 以至於造成一個很嚴重的損害呢 所以它事實上是背後代表的 其實是我們去認錯 那當然我們馬上去接下來問說 你到底認了什麼錯 是哪一個錯誤 你有沒有讓我們知道呢 那個錯在錯在哪裡 那我們剛才說阮美書呢 可能連到底是幾月幾號呢 他的父親死亡 連這個都不知道 死苦在哪裡 其實全部都是不知道的 大家好 我們現在不要談那麼遠 而吧 我們就談最近 從中秋的事情 在我當年啊 當兵的時候 抽到金馬獎 你的父母 你的阿公阿嬤 會流眼淚啊 因為那時候啊 中共對岸 你金門就是廈門 對不對 馬祖 哪乾白乾的 我是到金門啊 民國六十來年 那時候要戒嚴 老獎還在喔 但是咧 你如果抽到金馬獎 不是現在是 觀光聖地啊 現在已經逛逛了 阿金門有噴到那個奇怪話 如果要到金門去玩的話 我已經離開金門四十年了 四十年前 那時候 我能回來啊 還算很幸運啊 那時候講實在了 五十個差不多 五十個如果到金門區的話 可能差不多四十五個回來 五個都在那邊啊 沒有了泡道 那第一線的 尤其啊 如果後期的 還比較lucky 第一線海岸線 並不一定都被 中共的那個水軌 挖走 帶頭帶過去 有的是地雷 那時候呢 金門的那個海岸線 地雷太多 到現在還挖不完 好 雖然那個 我這個奇怪 但是我現在回歸雲狀 黃仲秋的事情 如果沒有被處戒嚴 那時候在金門逃兵啊 林毅夫現在在中共 在中國大陸 在中國當高官這個 林毅夫 宜蘭人 那時候馬三年的聯長 我已經退伍了 但是我在金門 我是開將官車啦 所以說我全金門島 我已經 他六十八年 我已經退伍了 但是呢 我在金門的時候 他還沒有去 他馬三年 我都全金門島 我都知道 好 那個聯就是最重要的 在新戰喊話 政戰 兩邊都在對 對口 但是說實在的 很多如果逃兵的話 就是雷艇連襲啊 馬上就 一個禮拜就強敵了 那你說 轉行政力怎麼轉 林毅夫 他以前叫林正毅啊 他是陸軍官校 他是台大 台大轉陸軍官校 他的那個 我都很清楚 但是呢 他現在當高官 那時候在金門馬祖 尤其金門喔 馬祖我不清楚 我在金門 如果逃兵的話 就全金門島 就要雷艇連襲 那如果中的話 大部分 就是在那邊西果山槍斃 那 林毅夫 現在 以前叫林正毅 他現在在中國當高官 這個媒體都有幫忙 啊 怎麼 怎麼可以 那個 所以說咧 最後三十秒 我把它Ending 抱歉 因為 如果這些在金門 被槍斃掉的這些咧 他的父母親 要跟誰 現在不了了之 現在就是會處戒嚴 才有媒體那麼精盛 那麼民主 所以說年輕人要珍惜 因為 最主要金錢 不重要 但是也很重要 但是咧 最主要就是要一個警惕 前人的 所受的受難 那些死者 他就是 留下來 現在幸福 大家才能坐在這邊講 以前根本不可以啊 抱歉 好 我Andy 喂 喂 我是台中人潛文化學會 裡面的這個社員 這個轉型正義 我們應該是要做的 因為呢 在228裡面 受難的人 這些呢 我們應該是要 我們應該是要賠償他 不是補償他 那麼國民黨呢 他是用補償的方法 補償跟賠償是不一樣的 賠償的話 是有承認錯誤 你補償的話 就說我真的要補償 補償 那是很不正義的東西 所以是要補償 這我們剛才的年輕人說 為什麼就要我們這些年輕人來 六歲間 拿我們的錢去補償這個東西 這我也是有贊成 我們不能拿我們的錢去補償這個事情 去補償這個東西 我們應該 知道說 發生你的事情 這鄉手是誰 所以我們最近你有看 那個蔣公 蔣公人說是鄉手 所以我們就是要對 國民黨 這個國民黨 是鄉手 所以我們就要拿國民黨的動善 我們要清算他的動善 來去背 讓我們這些台灣人 受我們的 這樣才會背 是不是這樣 還有當中的我們同學在說 說 正義在哪裡 我們有什麼東西 怎麼正義 我告訴你 國民黨的公書館裡面 很多 有國民黨 犯罪的資料 他都不敢讓我們去查 還告訴你 國公裡面 很多有清條流下來 再來 國民黨有些藏的東西 都在那裡 他都沒辦法去看 當時有的人說 這些外星人來到台灣 或是說 現在中國要來 說 集結集 拿金來我們台灣 我告訴你 更是有 就拿金來台灣 但是 當時是 三十八年 中國 撤退到我們台灣 去抓 要換總共 兩百萬的 中國人來到我們台灣 兩百萬來 你把它收 你剛才帶來 譬如說 有七十 七十噸的黃金 你把它算 有兩百萬 要我獎金兩百萬來 來這裡 吞打兩年 這些人來這裡 他沒餐 他沒辦法 有那個 牛市 要這些牛市 當然他要拿錢 來獎 八成 所以我說 我兩年來 他的黃金就花了 再來 當時 他們流氓來到我們台灣 他們是流氓政府 就是說 流氓政府 我們怎麼說 簽子台北 什麼叫簽子台北 所以我們不要說 我是簽子台北的 簽子台北 正經說起來就是說 中華美國 流氓政府在 台北 當時是 在20歲 台北 那個 這個 法國 讓帝國 打敗 帝國的政府 也流氓去 英國 所以 他就是說 就是說 那些名稱 就是說 這個 就是說 他說的話 就是 法國 第一點 倫敦 這個意思就是說 法國的流氓政府 在倫敦 我們要知道 所以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人 那這些中國人 都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人 都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人 都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很厲害的歷史 包括在在那邊 當總統的時候 所以我們有看到 我們台灣人的歷史 我們台灣人的歷史 我們台灣人 我們不是一個會來文化 這個會來文化 會來文化是 現在是 有差不多 兩千年 至四千年 你把它收 秦朝 中國秦朝 現在 它是在西 西岩前 兩千兩百二十年 好 好 好 所以 你用好一點去收 這個東西 我們是怎樣 這全民政議 絕對是要做 絕對要做 我們就是把國民黨的董事 來穿好打 來穿好 這樣對 不是我們年輕人去打這個 大家的努力 非常好 謝謝兩位先生的 比較像是分享 就是說他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不好意思 我現在必須要利用最後的一個時間 因為有人告訴我說 好像最多只能到四十分 就是 四十五 所以我可能要利用最後這一段 短短的時間呢 我想要稍微談一下 其他國家是怎麼處理 過去的人權的侵害 我想稍微呢 把這個可能各國呢 他們做的一些方式 稍微談一下 讓大家有一點點想像 到底這個轉型正義在做什麼 那剛才其實大家說了半天呢 其實轉型正義這個概念 不出兩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個層次呢 好像是說呢 應該要讓過去在另外一個政權 尤其是威權體制下面呢 所做成的一些人權的傷害呢 一些人權的侵害呢 應該被這個社會呢 所認知 然後應該被這個社會 所理解 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要對那個真相是什麼呢 要讓大家知道 所以第一個層次的意思就是說呢 什麼是過去的人權侵害呢 這個應該要讓社會 就是廣為社會的人 去了解呢 過去有關於人權侵害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你可以說呢 我們的社會 並沒有對過去到底呢 發生哪一些人權的侵害 我們並不了解呢 那這個是一種 所謂的轉型不正義 那這只是一個層次而已 剛才好像兩位前輩談到的呢 好像比較多一點點是說 第二個層次 就是說呢 當你知道有這些所謂的 在過去的政權裡面 發生不正義的事情呢 你到底的那個政策是什麼 你到底國家對於過去的 這些侵害的這個事情 你到底做了什麼樣的一個政策 台灣現在目前弄了半天呢 大概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叫做 這個補償或者是賠償 然後最多呢 就是一個口頭的 口惠的紀念 但是呢 他在第二個層次呢 像我剛才說 德國可能一轉 東德一轉型的時候 他立刻馬上要處理這個 SED的一個檔產 他立刻在國會通過一項法律呢 然後要把這個檔產做 重新的一個處理 他立刻就是對檔案呢 開始建立的那個檔案重建的工作 不是只是把檔案立一個法呢 要給你說去申請了半天呢 然後說你可以去看那個檔案呢 不是這種便宜行事的方式 他是花很大的人力跟精力 尤其是很多歷史系的 永遠不在那個情況不會失業呢 因為他們要處理 也非常多檔案的整理工作 檔案必須要有人去整理呢 把它放在一起呢 做一個有系統的 把這個檔案的這個相關的人呢 可能那個關係呢 要能夠建立起來 那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 那那個是德國在東德的時候呢 他們可能有納粹的經驗 他們做的一個政策 那你可以說台灣請問 我們的政府到現在呢 到底請問他做了什麼樣的政策 剛才我記得好像有人介紹說 他對於南非非常感興趣 南非在還沒有這個 種族格力政還沒有廢除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那個 曼德拉就已經開始在跟 德克拉克在做談判了 而且你知道南非非常有趣的 他是從他自己呢 有虐求的事情發生呢 他立刻才說他要處理 他自己虐求的事情 所以他認為呢 他必須要把所有危害人權 包括他自己所犯的危害人權事情呢 他覺得都應該要處理 所以他必須要建立一個 所謂的真相與和解的 一個委員會呢 然後他用所謂的 讓這個加害的人呢 你可以有一個機會去申請 就是說你要申請呢 一個特色 可是申請特色的條件是呢 你要供出呢 你過去所發生的 你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甚至包含在聽證會上呢 那個過去的加害者 必須要表演呢 當他在行求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方式去行求的 他必須要讓現身 然後在電視這個全時間的轉播 所有的聽證都二次小 在八小時裡面都有轉播呢 他必須要對所有的人表白呢 他當初是用什麼方式來殺害這個人 或者是刑求這個人 就是說他們從一開始呢 在等於要轉型之前呢 他們就已經開始做了一個政策 說我們未來要怎麼怎麼去處理 你知道他有可能供出另外十七個人呢 是跟他的同案 然後當這三個人開始說他要申請特色的時候呢 有另外十七個人也會來申請 至少其中十五個也會來申請 因為在他們供訴的過程當中呢 所有其他的人 那誰在你旁邊呢 是誰開的車子呢 那你的刀子是藏在哪邊的 你的槍是怎麼回事的呢 你知道他要的其實是一個社會整體 對他過去的發生的事情呢 可以有一個整體的一個反思 所以你可以想像真相與和解的這個委員會呢 他就是他的一個政策 他要處理這件事情 他願意花很多的人力 在三年之間呢 花非常多的人力去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希望那個受害者呢 他可以獲得一個最基本最基本 雖然那個賠償非常少 可是呢受難者要有一個最基礎的 能夠重新進入社會的一個經濟的條件 所以他們呢用那個方式去賠償 一樣有賠償這個受難者 然後同時呢 他們也有正式的法律起訴 針對一些下命令的人呢 他們其實是由法院的告訴的 他有一些事實上申請特色被拒絕呢 他們後來的案子也跑到法院去呢 做一個法院的處理 那這些就是南非他們要處理的一個政策 那個是一個社會呢 可以說在 為了要揮別過去的種族隔離呢 那個是必須要對他 對那個過去什麼錯誤在哪裡呢 要發生事情要很詳細的去認知 社會要整體 所有人都要有 這樣子的一個認知在哪裡 所以很簡單說 大致可以分成好幾個層次 我們剛才說呢 真相與和解文明是一種方式 那德國呢 其實你們都知道 有紐倫堡審判 前南斯拉夫呢 有前南斯拉夫的審判 盧安達呢 甚至盧安達他有所謂的草根的法庭的審判 你知道就是在他們的村子口呢 只知道那個加害者就站出來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個在村子裡面殺人呢 那個忽圖的 這個戴頭的人是誰 他們就站出來說呢 他們是怎麼殺人 然後那個組長呢 就開始就對他們咒罵 就是去譴責他們說 你怎麼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 然後你殺的人是誰 Toussi是誰誰 然後他必須要當場呢 就是把他過去的 他是怎麼去殺的情形 就是說給他的村子的 這些這個與會的人去聽 然後最後他們一樣 有他們這個卡卡卡 這樣的一個法庭的一個定罪 有他們的處罰方式 那你可以說這個某一個 畢上是一種刑事的 是一個司法的 可能這個司法 無論是國際的 可能有國內 你知道在聯合國呢 有一個組織叫做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就是一個所謂 國際的刑事法院在海牙 他其實有審判ICTY 就是前南斯拉夫的一個 這個殘害的事件 包括各個族群都有 都有一些人被審判 所以這些是刑事的 那我們剛才說 這項和解這個委員會呢 他可能是國內的某一種process 某一種程序 那剛才說的清算呢 其實載意的清算呢 是指呢 以德國的處理方式而言是說呢 如果你 你現在必須要每一個當公務人員 你必須要簽一個這個約呢 上面寫說 你沒有在納粹 或者你沒有在東德的時候呢 你沒有參與整個 這個迫害的一個體系 那當你簽完這個約以後呢 那有可能呢 那個解密的速度呢 一下子就發現 你事實上是有人 有牽涉在裡面的人 那這時候呢 就會產生一個結果 就是你必須要去職 你不能再繼續擔任公職呢 這個就是說 對他的行政的體系呢 做了一種所謂的清算 所以他比較是針對公務的人員呢 所做的一套的這個設施 你知道在波蘭呢 也是有在匈牙利都有類似的 這個這樣的一種清算的過程 他針對的不是要求就是說 要對這個人做什麼樣的一種處罰 他只是認為呢 這樣子的一個人不適合擔任公職 那個背後的概念 只是基於說 你基本上有去參與迫害的一個體系 去迫害呢 去做人權的傷害呢 那你不適合呢 在一個體系裡面 不是說要把你當成這個最大二級 而是你不適合在一個公務體系裡面 擔任這個公職 那這個是 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工作 你可以想像台灣幾乎 你知道我們現在最擔心的 當然是說 像剛才說的那個 那個林輝煌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 顯然我們沒有一個政策 去對於過去呢 誰參與過呢 把一個人可以用五次的方式寫 一個檢察官寫五次呢 讓那個人非得要實行問題 這是什麼樣的人 還可以繼續從事一個 司法檢察官的一個工作嗎 那這個可以說 這個清算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德國的處理措施 你知道在那個 耶路撒冷其實有一個 埃希曼的審判 就是審判一個 這個納粹 這個屠殺猶太人的高官 也算是中高的官員呢 你知道在那個審判裡面 一下子呢 把那個阿德納在西德的 這個司法部門 有三分之一的人 全部都解職了 因為在那個審判裡面呢 一直不彈的名字 一直不彈的出來 一直不彈的出來 結果發現那些人 現在還在那個阿德納的 這個司法的部門裡面 還在擔任官員 結果呢 在這個西德 必須要把這些人解職 那這個是清算的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是我們說 剛才說的經濟的正義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國外常常做的 就是所謂的補償跟賠償 這個我剛才也談到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 當然是歷史的正義 就是你可以想像 國家必須要開始呢 你在論述這個過去的錯誤 歷史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非常公開的 公正的去陳述過去 所發生的那些事情 那我不是要說呢 那個國民黨呢 一定都是全部都是 最大的 我們必須要更細緻的去看待 國民黨的什麼東西 你知道那個 阮美說他其實他有描述呢 他們家其實 在他父親被抓走的時候 他其實在很茫然無助的時候 有一些突然 一些軍人或者一些官員 走過他家門口呢 可能丟了一包東西到他們家來 或者你們知道那個 那個蔣孝時呢 其實曾經半夜去找 軟美書 他想要知道呢 到底他的父親在裡面 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他希望知道228 還有這個 等於蔣介石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說的是說 我覺得如果我們一直說 國民黨如何如何 我們只是更阻止呢 可能在國民黨裡面 有一些其實不是完全都是這樣的 我們要的其實是一個中低的官員 或者是那些直接在執行的人呢 我們很希望透過他們 能夠一步一步的去找到呢 那些負責的人 然後我們要去 從這樣子的歷史的 你知道回去去讀歷史的時候 我們要看見呢 接下來你們老師 就是要進入康德的想法 就是你知道 如果你去看待過 你真的很寬的去 很廣泛去看待那個歷史 你會看到很多的人 在這樣的一個歷史的脈絡下呢 不是只有一種典型 他們可以做出各式各樣的決定呢 就像我剛才說呢 有人在被槍斃的時候 有可能他流的 就是在下的那個尿呢 跟那個死呢 就是流的亂七八八 但是有可能一個人呢 可能四點鐘 他就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他準備就是接下來 他要去被槍斃 然後或者說呢 有一個人他被槍斃的時候呢 他其實只穿了那個內衣 因為他把他所有的東西 都留給他的生病的育友呢 他希望他們在 至少他們還可以活下來的 這個可能性呢 他做了一些努力 那老師想說的只是說呢 這些各種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真相呢 其實要告訴我們 在一個最黑暗最黑暗的 角落裡面的時候呢 我們事實上是有各式各樣 有可能 即使我是加害者 即使我是受難者呢 那其實我的面貌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多元 我是有可能做出 可能對我這個人來講呢 有可能是從來都沒有想到的 一種選擇 那我有可能呢 為這樣的選擇 我願意呢 去運用我的自由呢 我去做出可能 我認為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 那在那樣的情況下呢 台灣就是有可能真正的轉型 因為我們可以從那個過去裡面呢 看到我們自己最黑暗的一個面貌 同時我們在那個最黑暗的面貌裡面呢 有可能我們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未來不會再這樣子重新犯錯 我們不會把自己壓到一個極限 以為我們是什麼都不行的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那個不同的面貌裡面呢 我們是可以做成呢 我們真正想要支持的一個價值 然後我們可以為這樣的價值現身的 那我覺得那個 那個時候台灣才會真正的 從這樣子的一個過去裡面 真正的走出來 還有一些時間嗎 差不多 再時間還有45分 48已經又超過 好 那也許 那也許我就先停在這裡 很抱歉 今天沒有讓大家所有的人 都可以有機會 可以發言 那很謝謝大家 剛才的一些發言 無論你是在心裡面發言 還是有提出來 謝謝大家 真的非常感謝姚華老師 很精彩的就是 把轉型正義的這個概念 然後一層一層的剝開 然後從蘭美書的故事 然後一直到我們身處在 現在這個台灣的這個體制裡面 我們怎麼樣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以及跟現場的互動 我覺得真的非常感謝 但是一由未盡 那我想姚華老師 作為一個哲學家 他從來沒有把一個問題的答案給大家 而是可能讓大家產生了更多的問題意識 然後要去從過去的歷史經驗跟錯誤 我們現在我們怎麼樣來面對這樣的這個處境 以及我們在這個處境之中 我們怎麼樣去採取一些行動 然後來試圖地要達到某些轉型的正義 那到底台灣的轉型可以走向正義還是不一呢 其實真的要取決於各位 以及沒有參與在今天這個唱會的其他人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有一些責任要去承擔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不正義 那我覺得今天在這個空間我覺得 一方面邀華老師請他演講 一方面我作為一個天龍國人 像這種這種聚眾 然後在談那個國民黨的或者說過去的那個錯誤呢 往往那個背後都會有一些穿著制服的人在收證 那我發現這個空間並沒有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台中市的那個轉型正義做得比較好一點 不過無論如何呢 今天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刻去反省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 就希望 我很喜歡的一個詩人楊木他 學手師教有人問我公立正義的問題 那我想大家就帶著今天這個問題呢 然後開始的去參與各種各式各樣的社會的運動 今天是反核遊行 接下來318會有一連串的 值得我們關注的事情 包括前進 跟台中哲武這邊發起很多行動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的關注 甚至呢 把你的家人 把你的朋友 都帶到這些現場來 那我想今天就 真的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那我們再給楊花老師一個警察 鼓勵的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